嗨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鲤鱼 感谢来收看我的视频 我们今天来玩一款非常非常奇葩的游戏 叫做香肠传奇 现在表题画面上面就有一个香肠 在转来转去 而香肠感觉是要成为一名英雄 我收集了各种各样的香肠 一进了这个香肠列表里面 音乐都变了 这些都是我们的英雄 有普通级别的 还有稀有级别的 然后我现在目前只弄到了两个史诗级别的 一个是培根香肠 然后每根香肠它是怎么做的 它是什么样子的 还有生命速度力量值 以及还有它的效果 而且点开之后会有一个叉子 那里摇来摇去的 我们现在就挑选一位非常优秀的香肠 来完成一次萨拉米香肠 不喜欢鱼肉香肠 我是鲤鱼嘛 那用鱼肉香肠的话 可能有一些加成对不对 我就开始了 我们要蓄力 然后看准时机给对方一棒子 然后我们是随机躲避的 这个游戏躲避就是靠运气 你这个香肠优来游去的这个角度 也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你需要看准你的角度 以及它的那个甩动的频率 你看对方感觉反败为胜的感觉 但是没关系 我赢得了战斗 给我加了十金币 但是为什么第二局 我的血量还是这些呀 大哥 这根本没法赢啊 这个有什么技巧吗 这个游戏 哇 完了 为什么打成两半了 我觉得是时候再挑选一位新的英雄了 来召唤香肠 他这个动画特别有意思 一个大石头上面 然后晴天霹雳下了一个香肠 这是什么 哇 圣代香肠 我已经弄到过了 稀有级别的 鲜血盛宴 当你的能量槽值最大的时候 可以发出成功一击 攻击力增加15% 就派出我们这个圣代香肠 感觉像烤糊类一样 为什么他这个形状长得特别像 钉钉的感觉 哇 这攻击力增加15%啊 哎 这也太玩赖了吧 你蓄满力了就可以 完全不同 你懂吗 稀有跟普通之间的差距 完全就差了一个天一个地 你知道吗 这个你只要蓄满了 揍他的话 就可以增加15%的攻击力 哇 基本上几下子就是一个 有的时候打不中他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游戏靠玄血吗 哇 不要靠玄血 我现在已经成功挑战两关了 现在是两胜 像我这个香肠能否打到100连胜呢 我也不清楚 圣代香肠 我挺喜欢吃圣代冰激凌的 但圣代香肠是什么鬼 哇 这个人可以打断我的能量的 哎 不对 完了 这什么香肠 西班牙腊成这么厉害的吗 我怎么打不中他有的时候 这是为什么 我得看准时机揍他吗 好 哇剩一半血量了 但是我们达到了三胜 我们突破了一开始的记录 好 准备好 我们的黑肠植要进行攻击了 Come on baby 来加15%攻击力 再揍他 再来一下他就over了 终是腊肠 哇 这黑肠植怎么是弯的 哦 还有爆 这什么东西 岩浆热狗 哎 有这种香肠存在的吗 你在逗我这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哎 哎 我要能赢这个我就厉害了 还差最后一件 哇 你知道吗 我剩这点血 希望是渺茫的 我都没有打算去赢 但是我的黑肠植这么给力 哇 还剩你一个了 我觉得我没有赢的希望了 你就是一个打残血的垃圾 你知道吗 你就是个打残血的垃圾 你就是个 哇 差一点 就刚才那个岩浆香肠 我也能有吗 是烈焰还是岩浆 哇 这是什么 干豆腐卷吗 竹轮香肠 史诗级的 当剩余能量为50%的时候 降低伤害 不是 这是降低谁的伤害 是降低我的伤害 还是他的伤害 应该是降低对方的伤害 黑肯香肠长得好贬 你知道吗 但是他是给我加金币的 我觉得好像就不需要什么金币了 我们 试这个竹轮香肠吧 因为他可以给我们降低伤害 所以我觉得 还是有一点用处的 为什么总是打不到他呀 有的时候 就要看准时机吗 还是怎么样 没太搞明白 他怎么就没血了 玩的这是个什么东西 怎么样才能打到他呢 我不太理解 每次蓄满力感觉没有什么必要 两连胜了 也是很轻松 这什么 什么巴伐利亚白香肠 香肠的种类这么多吗 培根香肠 你是加金币的 我不需要你 有的时候打不到他 这是为什么 他是躲开了吗 你不要躲 哦 这个培根香肠 他长得瘦 所以说比较容易躲吗 没有用啊 三连胜 我倒是觉得 加金币没有什么用 你知道吗 又是培根香肠啊 我刚才不是打过你了吗 你怎么又出现了呢 我感觉我现在这个香肠很玄学 哇 这什么boss 巴伐利亚黑暗白香肠 这东西我能得吗 诶 打他怎么都不费血的 come 他不感觉还是很垃圾 你只是背景 还有特效厉害一点 你除了这些 跟那些小兵有什么区别吗 哇哇哇 中式腊肠 你很垃圾的 这个剧情 是不是两个吃饭的人 很无聊 拿叉子在这里玩的 他能量满了 我可以打他一下 把他能量中断 他对我的攻击 就会造成比较少的 我觉得我现在应该触发 那个我的技能了吧 他们现在对我攻击 应该会减小一些吧 这什么 炸鱼薯条香肠 这什么东西乱入进来了 怎么打不到他 把他能量打没了 他就攻击不了我了 再打他 哇 come on 九胜了 哇十连胜就爽了 又是boss 血香肠 哇 他们都是带特效的 厉害吧 都是带特效 哇哇哇 这个感觉血比较厚啊 是我的错觉吗 不过还是很垃圾 感觉都没有小兵厉害呀 你们弄得这么高大上 哥德宝香肠 来呀 比比谁最好吃啊 你不是很强吗 你长得粗 你了不起吗 我 我短小精汗 怎么样 一打还爆炸了 叉子都飞了 怎么总打不到他 这个很烦 完了完了 我要没血了 打不到 大哥你晃来晃去的 哇 其实有点想歪了 你知道吗 这个游戏 很容易让我自己想歪 好吧 那么今天这个 香肠传奇 就玩到这里了 这是一个非常奇葩 高大上的游戏 把香肠的美味 以及 吃饭者的无聊 充分地体验了出来 如果说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可以在视频下方点一个顶 变成免费订阅 出一下关注的按钮 非常感谢来收看这期视频 我是Lewis 记住每天要保持微笑 明天 everything will be ok